49. 太陽報Caos 偏離基本面泡沫中會爆 2015年7月11日財經B08置業大道理良偉民近日 A股急速並大幅下跌,相信令不少內地股民選手 雖然A股在往後時間能反彈,但對於在高位大舉入市的股民 相信最後即使能僥倖地全身而退,也吃了不少驚風散 雖然很多人說A股市很不同的股市,高市盈率根本不是問題 但如投資者能翻越投資教學入門,都會發現當中提及股票投資根本是企業盈利 一盤生意值不值錢,完全取決於有沒有錢賺 如果企業盈利不配合股價上升,哪款股市氣氛再好,股價動力再強,都只是泡沫 股價最終要回歸根本,令泡沫爆破,股價大插水 所以,企業股價要長升掌油,背後一定要有企業盈利支持 且股價不可能離合理市盈率太遠 舉例來說,為什麼00年美國科技股會急跌,2007年中國A股會急跌 到時因為股價偏離合理的市盈率太遠了,泡沫最終都要爆 從以上的例子,可看到全球不少資產也出現股值過高問題 明顯的例子,遠的有發達國家政府債券 近的有香港的的士牌、車位、漏價等 先談發達國家政府債券,最誇張可說是德國政府債券 一個十年期債券每年回報最低是過0.075% 現需回升至0.7%至0.8% 但也是極不合理 如果幾年後歐洲市場利率有少許回升 以可導致這些債券出現大幅下跌 租金回報低樓價難撐香港樓價情況亦近似 樓價的根本是租金 不論投資或自主 最大回報或機會成本是租金 約租金是每月1萬元 樓價是1000萬元 即一年租金是樓價的1.2% 租金回報率 以長線的投資角度來看 根本不吸引 現時,香港普遍的租金回報率只有3.6% 是至97年以來最低水平 亦比97年至今的平均數5%低得多 一旦美國利率正常化 以上所說的香港的市牌價、車位和樓價 都會回歸根本 如果租金沒有大升 此倍數要回歸正常而出現下跌的話 那麼價格就要大幅回落 因所有資產都不可以離開根本太遠、太久 安排抹竭環球投資顧問研究部總監梁偉文 一定是一位 一位 提起 提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